好 眼前的四公格撞天橋 搭建在台北市和平東路 與新生南路口 建設至今已經陪伴當地人 走過四十二個年頭 不只是地方回憶 更是知名取景地點 過去天團五月天 就曾為了MV來到這裡拍片 不過這座路橋 未來恐怕看不到了 因為台北市政府日前寄出公告 宣布這座路橋 將在十一月四號開始拆除 也意味著這座老建築 未來即將走入歷史 不過在地居民不樂意 指呼未來行人安全 該怎麼維護 拆除大概是對 跟行人比較有關係吧 就是少一條選擇 因為它設施應該做好一點 它應該有配到設施 不能說拆就拆 你要拆草 要先問問附近的居民 我想朋友上學 都要經過這條橋 隨著反彈聲浪越來越多 民眾組成抗議團體 反對拆除路橋 水後天橋 反對拆除 拿著看板以表決心 更指出9月份路橋 才被評估需要修繕 但為何11月份就要動工 這份報告呢 是在今年的9月27號才公布 然後它因為地方需求的緣故 應該被保留下來 請問一份9月做的報告 為什麼10月就決定要拆除 主要是為了積極改善 路口的交通措施 然後以確保用路人的安全 那因為早年興建的人行天橋 他們會造成身上朋友啊 年長者通行上的障礙 所以未來我們都會朝向改善 以人本交通作為主要的考量 市場規劃和在地名義發生衝突 在理性與感性之間該如何取捨 恐怕還得再多加演藝一般的新聞 是以後聯邦志台北採訪報導 天橋拆與不拆之間 有人說這是回憶 但有人比較務實的提出來了 說這是孫子要上下學的時候 必須要經過的 是不是有考慮到 附近居民的使用習慣呢 確實今天要來檢討天橋的存費問題 必須要來嚴格的審視 因為以六都來說呢 其實有2000多座的路橋現在代拆 而光以新北市來說 143座是最多的 台北市這幾年 路橋的數量已經急劇的開始縮減了 從115座減少到了74座 為什麼交通局給了務實的回應 他說先前拆除其他的路橋時 事故率是明顯的減少的 因此比照辦理 而事實上也問到了土木技師指出 事實上這一類的建築物 每年的修繕要花費的錢不少 因此應該要以建物的安全 還有使用率來做實際的考量 眼前的路橋已經無法通行 大大的告示牌擋住路口 一旁還有工人正在搬運路燈 這裡是台北市林的文林路 北市府日前宣布陪伴民眾 多年的路橋即將採除 以六度來看截至2019年 新北人有143座最多 桃園51座 台中114座 台南25座 高雄32座 台北市則從巔峰時期的115座 拆到至今只剩下74座 路橋拆除整理不斷 有民眾提出這是文化資產 一旦沒了不僅對行人不便 歷史也將被全盤撐滅 所謂的天橋 它的使用率高不高 可能這個要去做 再去做普查 去做調查 那天橋使用率會高的 通常那個地方 會有所謂的學校 天橋其實已經使用非常久了 如果它是剛夠 它又開始鏽石了 你每年要編列 非常大的維護成本 撇除使用率和建築安全性 在地居民也曾提出 加改電梯或是地下道 以此提供更多用路人使用 不過在安全上卻仍有隱憂 因為地下道它我衍生 裡面第一個 它的一個環境 可能有時候比較 夜間它的安全性等等 電梯的問題 當然你看看有一些部分 如果說那個地方 它走天橋或是跨越跨越橋 它一定要從這一岸到對岸 它只能靠這座橋的時候 它的使用率就會很高 非必要不裝電梯 原因是每年區公所協助維護電梯的預算 實在不夠 如果花了大把的錢 但使用率不成正比也失去意義 不過在城市發展 和行人通行間拔河 恐怕拆與不拆都是難題 版的新聞是佑林博志台北採訪報導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